這個時候體重這邊比較小 當他的腳在後面的時候 這裡的體重是比較少的 所以如果前面是雪翹就推不動 但是如果你把腳移到你的臀部下面的話 這裡的體重是增加的 所以腳的位置會決定你可以運用多少體重在前面 那另外的話是身體 當你的臀部站後面的話 這邊的體重也比較小 因為體重在腳上 但我們推雪翹要把體重轉移到這邊來 所以身體應該要很直的 你的體重才會轉移到雪翹或是牆面上 你必須記住這樣的姿勢 這裡是直的,這裡是血的 OK